12月的第一天,新势力的销量们集中来了 这个月真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新日的未销里里面,未来理想喜笑扬开 而小鹏恐怕怎么都笑不出来了 排在第一的依然是广汽 虽然说相比10月出现了4.32%的环米下滑 但是绝对是28,765%依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只不过每一次再聊到它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觉得 安安在C端其实没有多少的销量基本上都是出租车 那这里分享一组数据来给安安明个不平 今年的1-10月,安安的出租租赁的比例只有21.9% 和大多数人口中那个绝大多数情况是不相符的 另外安安还发布了涨价声明 23年开始上调3000-8000块钱 也是除了比亚迪拜,为二提到了具体金额的车企 其他我猜测那些没有提到金额的车企 大概率是会全额进行涨价的 这个我们有待后续来再观察一下 哪吒15,072辆依然稳稳占据了真正新势力的销量冠军 但用的成绩来说当然是很优秀的 其他产品的哪吒S也开启了交付 不过眼前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很多媒体和所谓的知情人都在炮轰收哪吒的销量开始注水了 是目前交付和实际上显量差异最大的新能源车企 而且连续多个月均为如此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哪吒IPO在即从逻辑上确实存在美化成绩的先决条件 不过这两个月各地的交付出现了不少问题 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 所以理论上上显量和交付量有差异 这个事情有可原的 这个事情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真的是在运输上出现了问题 要么就是企业恶意压货 然后再过两三个月低价打折 卖给那些网约社会公司 给资本上一种我的销量非常火爆的错觉 总之这个事情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最多再过三个月 我们从实际的这个数据端就能分析出来 理想其实无疑是11月最大的赢家之一 15,035辆的成绩不仅创造了自己的交付记录 更是打爆了之前所有质疑者的脸 理想又有上市及大卖 碾压式的蝉联了同级别的销量宝座 之前我就曾经做过理想的这个省份销量分析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理想不仅吃稳了一二线城市 下城市场的量级也在不断提升 而且其他的竞品对他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 理想这新市里面最有可能稳定先突破两万辆的车企 而且他的均价非常的高 是真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蔚来交付了14,178辆再一次创造了新高 1到11月累计交付了10,6671辆 第二代技术平台的三款成員 ET7,ES7,ET5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目前摆在蔚来面前 除了持续保持高额的订单以外 还有资本市场给的巨大压力 今年第三季度蔚来的毛利润只有13.3 远低于同级的水准 而且30万以上的市场中 蔚来被问界极客德米白快速的稀释 市占率从高达39.48%下滑到了如今的26.07% 不过我个人对于蔚来的后续发展 以及子品牌的推出 还是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的 极客交付了11,011辆 连续两个月突破万辆 连续四个月获得30万以上纯电车型的销量冠军 讲道理极客这个称计也是非常亮眼的 要知道这个大卖车型汉EV平均的夜销量也就不过1.3万左右 而且极客001的均价已经来到了接近34万 要比汉EV的均价还要贵6万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30万以上新势力车型的出现 极客001的综合优势反而被凸显得更加明显了 目前在同级别里面确实是难寻敌手的 后续我比较看好3.0平均的汉EV 以及腾式优差异与他的错位竞争 问杰交付了8260辆 相比于10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不过11月的上显量成绩还算不错的 基本上填补了10月的窟窿 也堵住了很多质疑的声音 老实说问杰的销量我不会太过于担心 华为的这个销售渠道的拓建速度是出了名的快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 北极等品牌又和华为传出了新的绯闻 后续华为还会有多大的精力放在赛里斯这边 还真的不好说 领跑汽车交付了8046辆 销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跳水 今年1到11月一共交付了102675台 提前迈入了年销10万的大观 作为新市里面最像比亚级的车企 领跑坚持自言 旗下的产品除了主打价格屠夫的路线以外 也充满了很多的黑科技 一边中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小鹏汽车11月仅仅交付了5811辆 没有太多悬念 已经正是属于落队的状态了 无论说好小鹏对于自己的业绩有多么的乐观 销量的压力都是实打实地压在他身上的 之前P5虽然失败了 但是还有P7以及未上市的G9作为支撑和希望 而现在G9的销量和观众都非常惨淡 P5的小改款不仅拖了太长时间 而且没有很大的诚意 留给小鹏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好了以上就是新市里的销量 以及我个人的解读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就这样吧 拜拜